深夜浅读 等他们走了后 望着两位老人的遗像 思绪飘向了四十多年前 正在这时 门口传来一阵喧哗 随即门被敲山响 有一个男人在叫嚷 方建新 你开门 开门 方建新 我走过去打开门 呼拉涌进了一群男女 目测大概有十几位 我震惊问 你们是谁 为什么跑到我家来 领头的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达菲索问说 好你个小子 你赶紧把我母亲的三套房子交出来 否则我饶不了你 他身边站着的两位男女 也附和 对 全部交出来 这都是我母亲的财产 你凭什么独吞 这下我明白了 原来这是继母的三个孩子 我以前听她老人家说过 她的第一段婚姻里 育有两男一女 不过这么多年以来 她们之间并没有来往 继母去世 我曾经尝试着联系过这三位 拜托老家人带过话给他们 可这三人说 她不是我的母亲 死了就死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一直等到继母下葬 也没见有一个人出现 既然如此 既然声明没关系了 可为什么突然跑来夺家产呢 这是唱的哪一出 弄明白了他们的来意 我回答 不错 我父母留下了一点遗产给我 可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三人没有赡养她老人家一天 她的晚年生活 都是我在照料 她生病卧床了几年 你们为什么不来尽孝的 如今老人尸骨未寒 却都跑来争夺家产 怎么好意思的 领头的男人叫嚣 少说这些废话 根据法律规定 我们都有继承权 你不给的话 咱们法庭上见 一起来的那群人 齐声附和 对对 你给不给 不给 我们现在就去告你 我冷笑 随你们的便 尽管去告好了 不过现在 请你们全部都出去 可这些人根本不想走 他们眼镜满屋子搜寻 大有开始抢劫之事 我心里一阵紧张 看来这一群人很野蛮 估计还是法盲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正在这千军一发之刻 门口出现两道人影 有人高喊 都停下 都不要吵了 我有东西给你们看 一屋子的目光 刷得一下齐齐摄像来人 我叫方建新 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 目前举家生活在杭州 四十年前 我还在安徽的老家 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我三岁时 母亲跟着一群人 出远门讨饭 再也没回来 至今不知生死 父亲带着我 艰苦度日 那时候的日子可真苦啊 奶奶一共生有五个儿子 我父亲是老四 前面三个儿子成家 耗尽了家里 所有的一切资源 轮到我父亲结婚时 奶奶家已经穷的饭 也吃不上 哪里还有钱给她盖新房 所以 我母亲进门 基本上没花什么钱 父亲带着她 住进了一个窝棚里 听父亲说 由于贫穷 由于奶奶偏心眼 父亲与母亲经常吵架 吵着吵着 母亲丢下才三岁的 我一去不回 父亲曾经出去寻找过几次 可最终无果 三年后死心 我八岁时 继母张洪芳来到我家 继母以前有一段婚姻 生有三个孩子 据她说 她前夫有暴力倾向 经常无缘无故打她 有时候睡觉睡好好的 半夜里 这男人就骑在她身上 掐她脖子 骂她一天到晚勾引男人 总是给她戴绿帽子 究其原因 她的前夫一只腿有点瘸 而继母长得漂亮 所以她总是不自信 挨打受骂十年 继母不堪忍受 提出来离婚 男人当然不肯了 继母已死相拼 还扬言要毒死她 看着继母视死如归的样子 男人害怕了 只好答应放她走 但男人说 你要走可以 三个孩子 你一个也不许带走 继母为了逃脱这个牢笼 很下心答应了 她心里设想得很好 等自己在外面站稳脚跟 再把孩子一个一个 接出去不迟 可是 等她三年后回家接他们 三个孩子因为那男人的叫唆 一个也不肯跟她走 还骂她是坏女人 朝她吐口水 她的大儿子十多岁了 居然还摸出来一把镰刀 瞪着眼砍她 无论她怎么解释 孩子们就是不听 继母只好失望而走 继母来到我家 当时我才八岁 她没来我家之前 我的日子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我没有母亲 父亲又要出去挣钱 奶奶也不肯带我 她只好把我一人留在家里 我的堂哥堂姐 足足有十二个 他们欺负我没妈 欺负我父亲老实 经常趁父亲不在 跑我家找好吃的 南瓜红薯 土豆玉米花生 见到什么 他们就抢什么 本来家里就不富裕 难得有一口吃的 再给这群孩子一搜瓜 我与父亲饿肚子 是常有的事 我太小 父亲又老实 他不敢去与三个 伯伯争理 况且东西都是孩子们 拿跑了的 父亲更是无法开口讨要 有一次 父亲出去生产队干活 他嘱咐我 把门从里面插上 谁敲都不要开 我点点头 等父亲走了以后 我一个人躲在屋里 心惊胆战 因为我知道 门插上也没用 果然 没过多长时间 有人光光光敲门 我吓得缩成一团 一会儿 门不响了 但我看到门栓在动 我知道 这是大堂哥 在用铁丝拨门 二十秒钟 门被成功拨开 一群孩子欢呼着 涌了进来 他们东翻西翻 把父亲藏在床底 深处的半袋子 花生与玉米 拎着羊肠而去 这可是我们家 冬天的口粮啊 我不敢上去抢夺 毕竟我才五岁 哪里打得过他们 父亲回到家 望着一地的凌乱不堪 气得嗷嗷痛哭 他实在气不过 跑到三个伯伯家讨要 却被三个伯母 一阵奚落 大伯母说 你哪只眼看到我孩子 拿你家东西了 二伯母说 你没东西吃 我可以给点你 但不要诬陷孩子们 三伯母说 你还像个做大叔的样子吗 没有证据就胡说八道 他们可都是你的敌亲者子女 奶奶也蹦出来发言 老四 即使是孩子们拿了 你做叔叔的 也不该上门要 你家有吃的 应该主动给他们吃才对 孩子们要不是饿肚子 怎么可能去你家拿吃的呀 父亲听了 也觉得有理 反正都是一家人 拿去就拿去吧 毕竟自己只有一个孩子 好养活 三个哥哥家孩子多 负担太重了 他与大人们有这种思想 那帮堂哥堂姐们的行为 更是猖狂 这样无法无天的行为 一直到我继母进门 才被遏制住 继母来了后 那群孩子消停了几天 可他们肚子饿呀 堂哥毕竟大几岁 比较狡猾 他开始试探继母 看看这女人 是不是跟父亲一样 老实可欺 这一天 他趁大人们都去做工了 大摇大摆带着手下来到我家 刚一敲门 继母开门 他问 你们来干嘛 堂哥回答 来找剑心弟弟玩 继母说 那就进来吧 不过我家有大狼狗 你可要注意了 不要被咬伤 堂哥不信 直接进屋 突然一道黑影快速窜出 直接把堂哥扑倒在地 吓得他哇啦一声喊 奶奶快救我呀 奶奶快救我呀 那群孩子健壮 尖叫着四散逃跑 跑到奶奶屋子里 把他拉到我家 奶奶来了 大狼狗还追着堂哥扑咬 奶奶差点吓晕过去 他大声吩咐 老四家的 你赶紧把狼狗喝住 不要咬了贱民 继母这才出声 制止住大黑 大黑呼吱呼吱 伸出血红的长舌头 一个尽运气 一脸的不尽性 大堂哥吓得脸色煞白 双腿发软 怎么样也爬不起来 奶奶过去把他搀扶住 随即指着继母骂 你从哪里弄来一条野狗 你要把我大孙子咬了 我饶不了你 才进门没几天 你就如此猖狂 这还得了 等老四回来 我非叫他揍你一顿不可 继母笑了 妈 这是我的家 你们跑到我家来 大呼小叫的干嘛 我养狗是我的自由 谁以后上我家湖来 我就让大黑咬他 如果怕大黑咬 最好都给我老实点 奶奶气坏了 指着继母 你你你 你这个歹毒的女人 老四娶你回来 真是瞎了眼 继母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儿子既然娶了我 我就要维护她的利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以前是怎么对待 他们父子的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们倒好 尽可着这对父子欺负 而你作为长辈 不但不说一句公道话 还助纣为虐 太不像话 还想让你儿子打我 你看看 你儿子会不会打我 奶奶被继母 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苦瓜脸拉得更长 她只好放下一句狠话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否则的话 咱们走着瞧 说吧 带着一群孙子孙女离去 我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切 一群人都离开了 我还没回头神 孙母走过来 把我抱怀里 见心别怕 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了 一切有妈在呢 我这才醒悟过来 望着那群人狼狈离去 心里一阵爽快 对孙母由衷佩服 我不由自主点点头说 你太了不起了 以后我再也不用怕他们了 不过 这条大狼狗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孙母一笑 要我告诉你可以 那你喊我一声妈妈 是的 她到我们家五天了 我只称呼她 为那句妈妈 怎么样也喊不出口 我对她不反感 但是让我这么快改口 我做不到 她笑了 不喊就不喊吧 等到哪天 你愿意喊了再说 关于这条狗的来历 等以后我再告诉你 我无可奈何地望了她一眼 跑去跟大狼狗玩了 父亲回来 孙母告诉了她 上午发生的一切事 我以为父亲会不高兴 谁知她开心一笑 红方 干得好 这几年我可被他们害苦了 家里吃的 用得经常被抢 我还不能说什么 毕竟是一家人 现在这个家有你 我就可以彻底放心 以前我在外面干活 心里还惦记着家里 生怕践心被他们打 又怕东西被抢 弄得我苦不堪言 孙母有了父亲的撑腰 更是发挥她的聪明才智 与奶奶与伯母们斗智斗勇 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家里有五个女人 还能不热闹吗 主要还是以前太穷 都是穷闹的 老话说得好 穷是良心 富生良心 只要一个家穷的饿肚子 亲人也会相互算计 自从大堂哥差点被狗咬了后 他们就再也没赶上我家里 来翻箱倒柜 他们抢不到我家东西吃 我就倒霉了 小的时候可以躲在家里不出来 他们打不到我 可我八岁了 每天得上学 堂哥就带着一群孩子 把我拦在路上走 有一次放学 我正在河堤上一个人走路 突然身后有人推我 我咕噜噜滚进了河中 一群孩子站在河堤上哈哈大笑 那时候已经深秋 河水透古凉 我好容易挣扎着爬上岸回到家 继母一看 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懦懦回答 我也不知道 我走路走好好的 有人从背后推我 我没看到是谁 继母气坏了 她手忙脚乱 替我把衣服换了 然后 插腰站在村头开骂 谁家狗娘养的小崽子 把我家健心推和理了 赶快给老娘站出来 不承认的话 老娘就在这里 骂她三天三夜 骤她一家子 不得好死 这个时间段正是吃晚饭时候 很多大人小孩端着碗过来看热闹 继母一点不怯场 继续花样翻新骂 骂着骂着 大伯母跳进了场 她跺着脚指着继母 老四家的 你有完没完 孩子们打闹着玩 我家健民不小心推了她一下 值得你这么大动肝火吗 你也不是她的亲妈 他们小兄弟之间打打闹闹 你管得着吗 继母问 是你家大儿推的健心 大伯母道 是的 孩子说了 是不小心推的 继母 哦 是不小心啊 那就算了 大伯母认为 打了胜仗 得意洋洋回了家 第二天生产队干活 中午回家经过河堤 大伯母莫名其妙 滚进了冰冷的河中 她浑身湿透爬了上来 气急败坏问 是谁推的 继母说 我呀 我跟你闹着玩呢 你干嘛生那么大气 望着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继母 大伯母只好忍气吞声 时间长了 大家都知道我继母不好惹 逐渐的 再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我家 两年后 我家盖起了三间新土坯房子 里外粉刷一新 搬进新房的那一天 继母指着我的卧室问 健新 怎么样 这下你有独立的房间了 高兴不高兴啊 从黑暗潮湿的破草棚 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继母绝对功不可没 望着崭新的床铺 与雪白的墙壁 我激动万分 不由自主说 妈妈 太谢谢你了 我太高兴了 继母笑咪咪说 好小子 终于肯喊我妈了 我挠头 其实我心里早已承认 你是我的妈了 就是不好意思喊出口 继母在我后背拍一巴掌 我知道 所以我才不着急呢 就看你小子 能熬到什么时候开金口 父亲在一旁 也笑了 你们这对母子啊 让我说什么好 继母 你靠边站 我与儿子之间的事 不要你管 父亲乐呵呵道 好好好 我不管 我不管 我乐得清静 时间飞逝 一转眼我十六岁了 这时候 有一个机会 摆在了父母面前 继母的一个堂妹 在杭州卖蔬菜 听说生意做得很好 仅仅用了五年时间 就回老家盖了一栋小洋楼 把大家羡慕得不得了 头脑聪明的继母认为 这是一个好机会 她提着礼品 去了堂妹家取经 她堂妹也够意思 说 姐 小时候你对我不错 经常护着我 现在我有挣钱门道 怎么可能瞒着你 这样吧 你跟姐夫都去杭州 只要肯吃苦肯动脑子 绝对能挣到钱 就这样 我们一家都搬去了杭州卖菜 我也正好上高中 继母的表妹千辛万苦 帮我转学去了杭州读书 经过多年的打拼 父母陆绝在杭州城 买了三套房子 我后来考取一个普通大学 毕业后在一个小学里任教 我结婚生子买房子 继母帮了我很多忙 父亲人老实 胆子也小 我们这个家 基本都是继母拿主意 反正我与父亲也信服她 什么事都她说了算 幸好我老婆跟继母 也合得来 两人相处得很融洽 这也得归功于继母情商高 为人处事有一套 我妻子娘家在外省 继母可真是把她当闺女看 月子里服侍的面面俱到 让我妻子分外感激 女人的月子里 真的最适合打感情基础 只可惜很多婆婆不懂这一点 父亲五十多岁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高 还有肋风湿关节炎 三天两头要住院 继母害怕影响 我与妻子的工作与生活 她一般不让我们烦心 她说 你们忙你们的去 把孩子顾好 把家顾好 你爸有我呢 我身体杠杠的 服侍她绰绰有余 继母说到做到 漫长的十几年 她把父亲照顾得清清爽爽 一点不像有基础病的老人 只可惜 继母由于长年的劳累 在她六十五岁那年 也病倒了 她得了严重的心肌炎 动不动就浑身无力 胸闷气短 有的时候还会突然昏厥 而且腿也开始不能走路 医生诊断使腰椎肩盘突出所致 家里有两位病老人 瞬间把我与妻子忙得日夜不得休息 继母过意不去 她说 是我害了你们 我还有三个孩子 我打算回老家养病 我急了 妈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这一身病还不是因为我家累出来的呀 以前是你照顾我 现在该换我照顾你了 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妻子也说 妈 你以前的那三个孩子 小时候不接受你 现在更加不会接受你 你找也是白找 还不如安心在我家待着 父亲也劝她 红方 算了吧 这么多年不来往 你何必去自找没去 可继母不知道怎么想的 她还是瞒着我们找了以前的三个孩子 正如大家猜想 她的三个儿女 无一例外拒绝她回老家养病 本来我们也不知情 有一天 看她嗷嗷痛哭 一个进追问 才问出来 父亲埋怨 让你别找你非找 白白弄一包气兽 这下死心了吧 我倒是分外理解继母的做法 第一 人老了 会思念老家的一切 第二 人老了 会反省自己 继母可能觉得 对不起自己的儿女 想做一点补偿 第三 继母不想老拖累我们 只不过 她那三个孩子 为何拒绝继母要求 我就不得而知了 按照常理分析 肯定她三个孩子 会这么想 哦 我们小的时候 你不管 等到你岁数大了 想让我们养老 门也没有 有这样的想法 也是人之常情 可他们太不了解继母了 如果接受她回老家养老 她肯定不会亏待自己的三个孩子 继母六十八岁时 完全癱瘫痪在床 都是我与妻子 一手一脚照料 还好 父亲能办自理 不要我们烦太多心 顶多血糖血压太高了 住院的时候 服饰几天 磕磕绊绊 不知不觉八年过去 有一次 父亲夜里起来上厕所 不当心摔倒 脑溢血去世 办完了父亲的丧事 继母开始食欲不振 她动不动就哀叹 我这老棺材咋还不厌弃呀 看着你们又要忙工作 又要忙孙子 还要照顾我 我简直生不如死 我劝她 妈 快不要说这种话 爸已经走了 我感觉家里冷清了不少 你要好好活着 我回家还有一个笨头 妈呀 难道你忘了 我们一家三口一路走过来 经历了多少坎坷 这几十年 你为我家吃了多少 苦头我心里明白着呢 所以 我服侍你是应该的呀 你千万不要过意不去 可是 无论我与妻子怎么宽慰她 也是于事无补 逐渐的 她水米不进 把她送去医院 医生也没辙 说继母精神垮了 什么药 也医不好 脱了半年 她还是走了 临走前一天 她好像有感知 她把我们叫到跟前主妇 如果哪一天 我那三个孩子来胡闹 别怕 会有人替你们做主的 我走了 你们也不要伤心 要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我这是陪你父亲去了 去跟他团圆了 这是喜事 说着 把家里的房产证与存款 全部放到了我的手上 我像被烫着似的不肯接 好像接过来 继母就会立刻咽气 我不想失去这位老人 虽然她不是我的生母 可她对我有天高地厚的恩情 比生母还要亲 感觉继母不在了 我的依靠我的家就没了 继母看我不接 轻轻说 傻孩子 这本来都是你的呀 你收着 以后 我再也帮不到你的忙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如果有来生 我们还做一家子 跟你们父子 我没出够啊 我含泪点头 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这样的一个好母亲 好女人 人世间不可多得 继母是在睡梦中去世的 我一直守在她的旁边 送了她最后一程 父母走了 我的心也空了 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还没等我恢复 继母的三个儿女 顺藤摸瓜找上门 要分家产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时 继母的好朋友 吴阿姨走了进来 她说 不要吵了 你们的母亲 有东西交给我 说着 拿出来一张纸 一个视频 众人为官 原来是继母的遗书 大致意思是 她与父亲名下的 所有房产与存款 都给我继承 别人无份 视频里是她的口述 吴阿姨与另一个老姐妹 在场证明 吴阿姨说 你们三个人走吧 你们没有权利 继承你母亲的遗产 第一 你们仨从来没有尊重过她 从小到大 使她如敌人 你母亲去看你们一次 你们就合伙骂她一次 这是不是事实 第二 你母亲生病了 提出来回老家养病 你们三个人一口拒绝 在她生病期间 你们有哪个人过来 看过她一眼 一个也没有 你母亲当年离婚 那是迫不得已的事 不走就会被你父亲打死 可你们不但不理解她 还一次次谩骂她不要脸 这是做子女应该做的事吗 第三 你母亲去世 通知了你们 可是你们一个也没来吊咽 所以你们今天 有什么脸面来抢遗产 一席话说的那三个人低头不语 吴阿姨的儿子说 这份遗嘱是有法律效应的 即使你们去告 也是一分钱得不到 你们快走吧 不要弄得不可收拾 这三人听了 只好灰溜溜走出了我的屋 吴阿姨把东西交到我手里说 你母亲老早防备到她的儿女 会来跟你抢遗产 所以写下了这份遗嘱 孩子 拿着吧 这是你母亲对你的最后心意 我接过 早已泣不成声 我的继母 从我八岁来到我家 整整四十八年呢 时时处处为我着想 让我避免了孤独寒冷与伤害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 她一路呵护着我平安长大 就像一盏明灯 照亮我前行 让我拥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不可想象 如果没有继母 我的人生会怎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妻子与儿子儿媳已经到家 他们齐齐站在我的身旁 默默地注视着一项里的继母 她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好像在说 建心啊 不要难过 你要快乐起来 这样 我与你父亲的在天之灵 才会得到安息 我轻轻点了一下头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俗话说得好 皇帝爱长子 百姓爱妖儿 这谚语自古就有 在多个子女的家庭中 父母很难一碗水端平 天心在所难免 而我的老公周建宏 就是那个爹不疼 娘不爱的家中老二 从小就不被疼爱的老公 却赡养了老母亲整整七年 反而得到关爱最多的 大姑子和小叔子 在这七年间只是偶尔来看望一下老母亲 七年后 婆婆去世 可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婆婆去世的第三天 我和老公就收到了一封律师函 我的老公周建宏在家中排行老二 也是家里最没出息的那一位 从小老公就是那种不爱学习的主 但虽然她不爱学习 但动手能力却特别强 每次学习组织什么手工活动 老公都能拿个第一回家 但对重视学习成绩的婆婆来说 这点小成绩 在她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婆婆是大学教授 主公汉语言 而她的人如她专长的那样 十分的刻板 不苟言笑 公公是世中医院的副院长 为人比较和善 但在外面威风八面的院长公公 却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主 回到家后的公公 那是一切以婆婆的话为准绳的 因为父母学历都很高 婆婆对自己的三个孩子 学习方面看得很重 可以说三个孩子在工作之前 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成绩 大姑子周建秀和小叔子周建伟都很聪明 他们两人完美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名列前茅 后来两人分别考上了985重点大学 大姑子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斯坦福大学 公读研究生 小叔子也不差 他被学校直接保送读了研究生 大姑子和小叔子就成了婆婆心中的骄傲 每每楼下邻居见到婆婆 都会拉住她请教育儿经验 那时的婆婆都会跟人家侃侃而谈 然后在一众艳羡的目光中 步履优雅地上楼回家 老公告诉我 婆婆最喜欢的日子就是寒暑假 因为那个时候 大姑子和小叔子都会回家 晚上乖巧的大姑子就会陪着婆婆下楼溜弯 而那也是婆婆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她会领着女儿在小区花园里一圈一圈地转 这期间会收获无数羡慕的目光 两人就和那开平的孔雀一般 暂时一个多小时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相比两个姐弟 老公就差太多了 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 分数线只够二流大学 婆婆不死心 让老公就复读了一年高三 结果第二次高考 成绩竟然还不如第一次 对老公完全失望的婆婆直接不管了 还是公共看不过去 直接托人把老公弄进了一所还算说得过去的大学 用公共的话就是咱家老二 怎么得 也得是个大学生啊 大学毕业后 老公就在当地一家私企上了班 至于考研什么的 婆婆不提 老公是根本就不敢想 虽然学习不好 但老公却十分的孝顺 他工作后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 都拿了出来 分别给父母买了礼物 虽然因为还在实习期 工资不高 买的礼物不是十分贵重 但那却是老公辛苦一个月后的所有薪资 收到礼物后 公共很是开心 而婆婆却只是拿着看了一眼 就随意丢在了桌上 工作不久后 惊人介绍 我与建红相恋了 说实话 我也学历也不高 大专毕业 现在是一家超市售后 我与老公谈了半年后 他把我带回了家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爸妈 说实话 真的很紧张 特别是见到严重的婆婆 可能是因为不喜自己这个二儿子 连带着 对我也不是很看重 第一次登门 婆婆在家准备了一桌 坐下后 婆婆就问我学历和工作 我都一一老实回答 听我只是大专毕业 现在是在超市做一个普通的售后员 婆婆的脸色就更淡了 后来我们结婚 婆婆就在市郊 给我们买了一套67瓶的小两居 虽然有点偏 但周围有个大型的菜市场 买东西很方便 大姑子研究生毕业后 回了国 还带回了一个外国男友捷克 两人一起回了家 看着女儿领回的高大帅气的男友捷克 婆婆很是开心 那天直接领着一家人 去了市里最豪华的酒店 大姑子和男友都入职在一家知名外企 两年后 两人结婚 因为大姑子是在上海工作 所以婆婆就拿出二百万 给女儿做了嫁妆 小叔子也不差 她毕业后 直接进了一家研究所上班 研究所的主任看小叔子年轻有为 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她 两人很快进入热恋期 女孩名叫王一涵 是一个平面模特 长得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妥妥的衣服架子 在大姑子结婚不久 小叔子也把自己的女朋友领回了家 她人还没回来 就已经电话里提前跟婆婆 说了女朋友的身份 所以 婆婆对这个未来小儿媳的到来 十分地重视 提前一天 就把我与老公叫回了家 家里就跟准备过年一样 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个遍 打扫完后 婆婆还让老公开车带着她 到大型超市 采买了很多架高的坚果 珍稀的水果 还有精品的肉类 海鲜 因为小叔子来的那天 正好是周末 我和老公帮着她收拾好后 在准备离开前 婆婆特意叮嘱我们 第二天一定要早过去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因为心里存了事 一晚没睡好的老公 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了 她对我说 小雪 快起来吧 难得妈安排咱个事 咱得放心上 快起 别睡了 我俩起床后 随便吃了点 就急急赶去了婆婆家 刚一进门 婆婆就变着脸对我们说 怎么才来 这么一大堆的事 指我自己 要干到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不是告诉你们 让你们早点过来吗 我抬头看了看 挂在墙上的钟表 才只是七点刚过一刻 这也不晚呢 我刚要开口便捷 老公仿佛知道一般 先一步开了口 我们起得挺早的 就是路上红灯多了点 妈 你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我们动作快 很快就好 你别急呀 一家人忙忙活活 一直到了中午十一点半 婆婆看着餐桌上 已经摆好的八盘精美的凉菜 点点头 冲厨房里的二儿子说道 你先把菜给备好 等你弟回家后 你再开始做 热菜提前做好 就失了美味了 老公一边擦着汗 一边开心地回道 好嘞 妈 你瞧好吧 今天我一定把本事全露出来 保证你满意 婆婆难得地对老公露出了笑脸 点点头后 走到窗口往楼下张望 口里一直低声嘟囔着 都这个点了 也该回来了呀 难道是路上堵车 见婆婆实在是等得焦急 我走过去安慰她说 妈 这个时间正是下班点 路上肯定车比较多 你别急 先坐下喝口水吧 婆婆回头又看了一下时间 冲我点点头 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结果屁股刚挨到沙发 门铃就响了起来 婆婆就如同被针扎了屁股 猛地站了起来 急步走到门口 打开房门 看到门口站的竟然是公公 婆婆白了她一眼 说道 你真是会敢热闹 怎么才回来 医院那边忙完了 公公乐呵呵地放下手里的包 一边换鞋一边说 忙完了 忙完了 怎么 我来得正是时候吗 说着公公还转着队 环顾四周 婆婆白了她一眼 说道 没回来呢 别找了 快去洗洗手 公公笑着点点头 走去了洗手间 只针指到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门铃终于再次响起 我走过去开了门 见到小叔子 领着一位瘦瘦高高的妙龄女孩 站在门外 婆婆见到小儿子终于到家了 魏宇先笑 哈哈 快进来 快进来 这一路热坏了吧 小雪 快把我昨天刚买的新拖鞋拿出来 给这位姑娘换上 等小叔子领着那个女孩在客厅坐下后 婆婆也一路跟着坐在了一边 我难得的在她的脸上 看到了慈爱的表情 婆婆笑着 对那女孩说 你就是建伟一直跟我提的意涵吧 长得可真漂亮 这一路挺累的吧 讲意涵的这个女孩 甜笑着对婆婆说 阿姨 我不累 你看着好年轻 建伟也经常跟我提起你 她跟我说 你是大学的汉语言教授 羡慕得我不行 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可是 你也知道 我是个模特 平时时间安排得特别紧 难得有机会放了两天假 这不 我就请建伟领我来看你了 听听 人家这嘴 那甜得 说出来的话 让人听着浑身舒坦 婆婆更是被她说得笑眯了眼 一个劲地劝依涵吃水果 依涵象征性地拿了颗葡萄 放在樱桃小嘴里 细细嚼了数十下后 才咽下 然后笑着看向婆婆 说道 阿姨 你家这葡萄好甜呢 婆婆听了 很是开心 对依涵说 你喜欢吃 就多吃 我买了不少 吃完了 阿姨再给你洗 依涵摇了摇头 面露遗憾地说道 不能吃了 吃一颗尝尝味道 就已经很奢侈了 平时 我的经纪人都不让我吃这些的 没事 阿姨 你们吃 看你们吃 我也很开心的 这个依涵染着一头 绿红色的波浪长发 身材高挑匀称 大大的眼睛 画着精致的妆容 看人时 眼睛流露出的神情 总是让你感觉 他很中意你 我想 这可能 就是书上说的一双桃花眼 看谁都深情吧 两人交往一年后 准备结婚 小叔子说 他们准备在北京安家 婆婆就一把给了小叔子三百万块钱 他们结婚时 我们也去了 他们在五环内买了一套九十平的房子 据说婆婆给的三百万还不够 女方家里把剩余的房款一把给补上了 看着小叔子在北京窗明激进的新房子 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因为大姑子和小叔子两人都在外地安了家 而没有本事的老公却留在了本地 平时每个周末 老公都会领着我回婆婆家 一是怕公婆寂寞 二是不放心两个老人 每次我们都不会空手回家 不是买些他们需要的米面油 就是买肉 再不就是买些婆婆爱吃的水果 但每次婆婆看到后 都很理所应当地 让我直接放厨房 每次到婆婆家 我都会把公婆的床单 枕套换上新的 把新的新好给他们晾好 老公就准备午餐 等大家都吃完饭后 我会顺手把厨房完全打扫一遍 因为婆婆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她受不了油乎乎的抽油烟机 所以我还从网上特别订了厨房专用湿巾 告诉婆婆 每次用完油烟机后 用它一擦就干净如初了 婆婆还有一个习惯 她的内裤穿一个月就必须要换新的 所以每个月 我都会给婆婆买好新的内裤 在家里洗干净后 再给婆婆送过去 方便她下个月更换 这个习惯 从我嫁给周建宏开始 从来没有变过 也许我们的付出 婆婆也多少感受到了 有时候 她也会坐下来陪老公聊一下天 问问她工作上的一些事 每到这个时候 我感觉 那就是老公最开心的时候 面对自己妈妈的询问 老公都会满脸 激动地热烈回应 还会做出很夸大的肢体动作 说实话 我每次看到这个情形 心里都会无来由地 替她感到心酸 也许这份来自妈妈的关爱 对老公来说 实在是太难得了 所以她才会如获至宝般地这样激动 可是一年的努力 也比不上过年大姑子 和小叔子的一次回家 你就看吧 从进了腊月 婆婆就开始紧张 婆婆家是四十两厅 一百六十八平的大房子 一间是他们的书房 一间是卧室 另外两间 显而易见的 一间留给大姑子 一间留给小叔子 而我们 用婆婆的话说 就是 你们离得那么近 不用给你们准备房间 婆婆说 这话的时候 我明显看到老公的眼神黯淡了 但很快就被他很好地掩饰了下去 继续围着婆婆转 婆婆会让我把给他们准备的房间 全都打扫干净 然后在年二十九的时候 换上全新的床单被罩 被子也是提前几天 趁着大太阳完全晒好 一切都为着等着婆婆那两个优秀的儿女 回家做准备 婆婆会叮嘱老公 记得做红烧猪肘 五香卤肉 这些你弟弟最爱吃 还有那个熏黛鱼 麻辣鸭脖 这些你姐姐爱吃 说完还不忘叮嘱我 小雪 今年过年 咱就包两种馅的水饺 包一个三鲜肉 再包个虾仁素三鲜 一含不吃肉 倒是喜欢吃虾 到时候咱多买点大虾 自己包虾仁 哦 对了 剑红啊 杰克最爱吃你做的糖醋鱼 今年大年夜的时候 你记得做糖醋鱼呀 我站在婆婆身后 看着老公 心疼极了 因为我发现 随着婆婆的话 老公本来隐含希望的眼神 正在渐渐变得暗淡 直到无神 我想大声地对婆婆喊 妈 你还记得你这个二儿子 喜欢吃什么吗 不对 不是记得 而是知道不知道 也许 在婆婆心里 根本就不清楚 自己的这个二儿子 到底喜欢吃什么吧 结果等到年三十那天的早上 大姑子和小叔子才回家 小叔子给自己的爸妈买了一斤茶叶 据他说 这是特供茶 这还是人家送给依涵的爸爸的 他还没舍得喝 被依涵拿来送给了婆婆 婆婆听着小儿子的话 直接乐得合不拢嘴 小儿媳依涵 更是从一进门 就亲热地抱住了婆婆 还说 妈 我这一年没见 你怎么又年轻了 你这是不是人家说的那什么 逆生长啊 妈 你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了 我这一年没见 可想死我了 说完 竟然还抱着婆婆 狠狠亲了她的脸颊一口 只把婆婆乐得 那嘴张德 我毫不夸张地说 后曹牙都看到了 婆婆把小儿子拿来的那盒砖供茶 仔细收好 又拉着两人坐在沙发上 好一顿嘘寒问暖 抬头看向老公 正看到他一脸艳羡地盯着自己的妈妈 拉着弟弟的手 一脸慈爱地问东问西 我不忍得别过眼 不想让他发现 我已经看到了 他的真情流露 谈了也就半个多小时 门铃又响起 我去开了门 没出意外的 大姑子和杰克正站在门口 我把他们迎进屋 婆婆早就站到门口了 看到自己闺女回来了 婆婆高兴地直接抱住了她 还轻轻地晃了凉晃 口里一直说着 我的乖女儿 你可终于回来了 妈妈想死你了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里 对我们家来说 是一个多灾的年头 去年的时候 公公突然在睡梦中离世了 早上婆婆醒来 见公公起得比平时晚 也没有在意 以为就是睡得香 就没忍心叫醒她 可是快到中午了 公公还是没醒 婆婆就有些心里犯嘀咕了 等婆婆走过去 准备叫醒公公的时候 才发现公公整个人都凉了 公公的离世 对婆婆打击十分的大 可能是因为悲伤过度 婆婆突发脑梗 住院了 在120车上 老公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大姑子和小叔子 小叔子说 马上请假 这就回去 可是大姑子却说 现在正和杰克身在国外 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不过大姑子说了 她会尽快尽快玩手头上的事 尽快回来 到了医院后 婆婆已经昏迷 医生检查后 告诉我和老公 婆婆这是中风了 医院会尽力医治 但老人毕竟年龄大了 能否完全康复 医院不能保证 小叔子是在第三天的清早来的医院 而大姑子 她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后了 医生告诉我们 婆婆虽然度过了危险期 但却是半身不随了 并且因为年龄太大 以后可能都需要躺在床上度过了 听到这个噩耗 婆婆直接哭了 她一边嘴还是歪的 口里发出的呜呜声 让人看了特别心碎 一个月后 婆婆可以出院了 现在婆婆这个情况 自己肯定不能一个人生活 在出院前 我们一起围坐在婆婆病床前 老公把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 她说 咱妈这样 出院后 身边肯定是离不了人的 但我问过咱妈了 她不想请保姆 所以今天咱就说说 咱妈以后跟着谁 老公的话说完后 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大姑子一直低头 看着自己的手 仿佛那只手上长出了鸡脚 怎么看也看不明白 小梳子也不抬头 紧盯着自己的脚尖 杰克根本就没跟来 小儿媳一寒 则是事不关己地站在窗前 看着楼下的风景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老公见他们都不回话 就继续说道 既然你们都不表达 我就当你们都同意了 那我就问问咱妈 她想跟着谁 没想到的是 老公话音一落 大姑子掀开了口 见红 我不行 倒不是我不想孝顺咱妈 主要是我真的没时间了 你看我经常飞来飞去的 自己的家都快变成旅馆了 咱妈过去 又不想请保姆 她自己在家 怎么能放心呢 大姑子在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一直紧盯着婆婆 见到婆婆 在听到自己女儿说完后 眼神黯淡了一些 但她很快就把目光 望向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 她口齿不清地 冲着小儿子喊道 喂 喂 我 小叔子听自己妈妈叫自己 正要开口说话 本来站在窗户边的衣涵 突然走了过来 她把双手放在 自己老公的肩膀上 两手好像用了不少力气 我能明显看到 被她抓皱的衣服 可能被抓得有些疼了 小叔子发出一声轻呼 也就是这声轻呼声 打断了小叔子想说的话 依涵见小叔子不说话了 这才冲着躺在床上的婆婆 柔柔的一笑 说道 妈 你能出院了 是个大喜事 我这里正好也有个喜事 要告诉你呢 妈 我怀孕了 听到这话 婆婆和小叔子都瞪大了双眼 其实前两年的时候 婆婆和小叔子就想催着 依涵生个孩子 但依涵一直不同意 她说她还想再多做几年模特 如果生孩子 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断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时刻 依涵竟然说她怀孕了 真的是 好巧啊 显然 依涵怀孕了 她就是需要精心照料的人了 怎么可能再辛苦地 伺候一个半摊的人呢 看着婆婆完全黯淡下去的眼 我知道 婆婆明白了小儿媳的那点小心思 不管是否真的怀孕 她不想养已经半摊的婆婆 那是事实 爱 看着一直强势的婆婆 落到这步被众人推的境地 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看了一眼老公 见她也正眼寒祈求地望向我 我对她安抚地一笑 走到婆婆床边 轻声对她说 妈 如果你不嫌弃我和健红笨手笨脚 就跟着我们吧 我看到婆婆听完全我说的话后 眼圈瞬间红了 她什么也没说 但我知道这是她默许了 大师商量完 小叔子去给婆婆办礼出院手续 我给婆婆收拾东西时 听到小叔子与一涵在走廊里争吵的声音 小叔子说 咱妈对咱不错 你怎么能骗她呢 一涵 我怎么编她了 我就是准备今年怀孕要了孩子吗 再说了 你妈到了咱家后 是你伺候 还是我伺候 周建伟 先提前告诉你啊 我是家里的独女 从小教养大的 从来都是别人伺候我 我可不会伺候人 更何况 还是一个已经贪了的老太婆 你可别指望我伺候啊 如果你硬要当那个孝子 行 咱先去办个离婚 离婚后 你爱伺候谁伺候谁 小叔子 王一涵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什么叫老太婆 我妈最喜欢你了 你怎么 然后 就是两人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直到他们走远 我才听到婆婆粗重的呼吸声 然后 我在婆婆的眼角 看到一道流下的眼泪 顺着脸颊 一直滑入头发里 为了能够既照顾到婆婆 又照顾到自己的女儿 我们没有去住婆婆的大房子 而是把婆婆 接到了我们市郊的小房子里 为了让婆婆住得舒服 我们把主卧让了出来 因为女儿高中住校 基本不回家住 我就跟老公住到了女儿的卧室 还好 当初女儿 为了睡得舒服 吵着要了一张双人床 自此 婆婆就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每个月周末 女儿回家时 就让她与我 一起睡在她的床上 老公就在沙发上将就将就 我和老公一起尽心尽力地 伺候婆婆 每天我负责给婆婆做饭 老公就给婆婆做全身按摩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每次都一个半小时 按摩完后 老公整个人都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这样一直五年后 在第六年的年头上 婆婆突然病情恶化了 脖子以下全都不能动了 完全贪了的婆婆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一不如意就大吼大叫 这个时候 老公就特别有耐心地一边给她按摩 一边点头听讯话 看到这样的老公 我觉得自己找对人了 能带一直不疼爱自己的母亲 如此至孝的人 将来对我也绝不会差 我和老公为婆婆端屎端尿 每日擦身 你能相信 一位在床上瘫了六年的老人 身上一点乳窗也没有吗 我婆婆就没有 那是我们每天都为她坚持温水擦拭 定时翻身的结果 在这几年间 大姑子和小叔子来看婆婆的时间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头两年的时候 还递年过年的时候 回一次家看看自己的妈妈 但从第三年开始 他们就以工作忙 实在没时间为由 再也没有回来过 刚开始的时候 婆婆还盼望他们来看她 毕竟是自己疼爱了 那么多年的孩子 但随着一次次的失望 婆婆再也不提他们 仿佛自己从来没有生过他们一样 有一次 婆婆的一位老同事 家闺蜜薛姨来看她 两个人在屋里关着门很长时间 因为不放心 我就把耳朵铁在门上 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但只听到有隐隐的说话声 但具体说的什么 却完全听不清楚 后来薛姨又来过三次 每次都领着一个 身装西装的中年男人 我以为是薛姨的儿子 就没有太在意 在我们照顾婆婆的 第七个年头 婆婆在睡梦中离世了 老公俯在婆婆的床边 哭得肝肠寸断 见老公实在太伤心 明显已经顾不得其他 我只能独自给医院 还有殡仪馆去了电话 又给大姑子和小叔子去了电话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次他们来得非常快 在我通知他们的第二天下午 两个人就先后回来了 大家一起给婆婆办理了后事 在安葬好婆婆后 回到家里 大姑子和小叔子两人 就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们 婆婆去世前有什么交代 比如有没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话 或是有什么东西要交给他们 听他们这样问 我和老公都茫然地摇了摇头 老公难过地说 妈走得很突然 什么话也没留下 对老公说的话 他们显然是不完全相信的 还是大姑子果决 她听我老公这样说 直接不纠结 说道 那咱妈离开了 东西肯定在咱妈的房子里 咱就回去找找 能卖的卖了 我看那个房子 咱也挂网上卖了吧 所有的钱 咱统在一起分分 我和建伟身在外地 生活压力很大 我们分别占四成 建红住在老家 又是个女儿 压力可以说忽略不计 我们就给你留两成 说到这里 大姑子又转头望向自己最小的弟弟 问道 建伟 你觉得我这样分 合理不 小叔子咬唇考虑了半分钟 点点头算是同意了 我笑望着他们两人 三言两语就把家给分了 这七年里 一点笑到也没劲 就要拿走家里财产的绝大部分 我感觉 他们的高学历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其实 对于能不能分道钱 我并没有太多想法 本来嘛 我和老公要伺候婆婆 本意就不是为了钱去的 可是看着大姑子和小叔子 两张道貌黯然的脸 我却感到悲哀 替婆婆感到悲哀 正说的热闹 家里门铃响起 我起身去开了门 看到正是前一阵子来过我家的婆婆闺蜜薛仪 她的身后还跟着那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人 把他们请进来后 大姑子和小叔子显然不认识他们 眼带询问地望向我 我就给他们介绍说 这位是咱妈的同事 也是好闺蜜薛仪 薛仪冲他们点点头 什么也没说 只是扭头望向了身边的中年男人 我见薛仪的行为有些古怪 也好奇地望着那个男人 只见他从手里提的黑包里 拿出一个文件袋 拆封后 将里面的一份文件和一封信递给了我 我疑惑地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薛仪 薛仪笑着对我点点头 示意我看文件 我低头一看 文件表面竟然写着房屋转让书 还有一张是财产公证和遗产证明 仔细看完后 我完全震惊了 也把我弄糊涂了 这个一直不喜欢我们 甚至有些看不起我们的婆婆 竟然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 都给了我们 她的房产证上户主的名字 竟然更改为周建宏 东方雪 我的名字 婆婆竟然也写在了房产证上 我抬起眼 震惊加疑惑地望向薛仪 薛仪笑着 让我先把那封信看完 打开封着的信封 里面只有薄薄一张信纸 就是一时婆婆常用的那种红色线条的老式信纸 上面用不规整的字写了短短几句话 耳闻不如木剑 木剑不如足剑 剑红 小雪 妈以前是瞎了眼 错把朱玉当鱼木 你们都是好孩子 是妈亏欠你们太多了 这是妈最后的心意 你们一定要收下 爱你们的妈妈 老公看完婆婆给的信后 眼圈都红了 她强忍着泪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姑子 见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干了 她高声说道 我不信 妈妈那么疼我 怎么会不把房子留给我 你们是合着火骗我们的吧 那个中年人 把自己的工作证拿出来 证明自己是启明律师行的正规律师 晾完身份后 那位孙律师开口了 他对大姑子说道 我的当事人说了 如果公布了这个结果 没有人有意义 那么事情就此结束 但如果有人不同意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又从包里拿出一封信 递给大姑子 然后继续说道 如果有人不同意 就让他看看这封信 听律师这样说 小叔子也走上前来 与大姑子站到了一起 大姑子疑惑地看了看那位律师 低头拆开那封信 里面还是只有一张信纸 只是里面只写了一句诗 词物上繁补 高扬由贵族 人不孝其亲 不如草与木 那张纸在大姑子的指尖滑落 大姑勒和小叔子 两人满脸羞红 再也没脸继续待下去 两人没有告别 直接灰溜溜地离开了 我拾起婆婆写给他们的那张信纸 看着上面婆婆写得歪斜的字体 泪渐渐模糊了双眼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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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